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下午好 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的学研课程了 先说一下整体市场 今天市场指数又是一个分化的震荡 从收盘的情况来看 上证生存值是微跌 对吧 然后创业版指数是微涨 表现最好的是000688的特上版50指数 差不多涨了1% 然后成交量略有放大 相比昨天成交量略有放大 如果从指数层面上来讲 大家都知道我说了 因为现在市场观望的情绪比较浓烈 大家都在等嘛 一个是等明天凌晨美联储公布利率的情况 现在市场的大部分人的预期吧 对吧 就是70加75个点 那么如果是按照75个点来说 9月份可能就是50个点 往后就是2525对吧 基本就是这样 除非超预期 那么我觉得反正这个就是靴子落地的问题 但目前我觉得市场最大的 就不是外围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还是来自于整体需求的减缓 也就是说通胀压力很大 需求减缓 欧洲那边也加 欧洲银行也加了50个基点的利率 所以从整体来讲 进入到三季度到四季度 欧洲那边还面临着能源的危机 然后整体欧洲加上北美地区 我们经济增速放缓 是其实就是大家都能够预计的到的 对吧 所以这是我觉得后面的不太确定的情况 那是不是说指数在这个位置上 就能够说调整结束了 明天是不是这个美联储利率会议以后 薛之落地市场就能够涨了 我倒觉得也未必 我倒觉得也未必 反正正常来讲 因为看目前市场的成交量连续的低量 连续的低量对吧 今天量还要小 相比较昨天 差不多吧 昨天是3,344 今天是3,398 对吧 反正都是8600多亿吧 深圳市场也是一样 深圳市场也是一样 这个成交量就是在这种成交量下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继续维持震荡 涨也涨不多 跌也跌不多 就指数肯定是震荡 因为你量减少了以后呢 就有点像叫做买卖双方 大家都是观望群绪比较浓 谁也不想贸然出手干掉谁 对吧 做多的你肯定要往上做的话 你要有量 那做空的也是一样 现在抛压也没没什么大的抛压 所以你要说往下做空呢 也难 所以就是一个尴尬的局面 那正常啊 就是我说的正常的情况是 就指数而言 我倒觉得后面两天指数层面上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澜 就是向上的概率反而还比向下的概率 更大一点 所谓向上就是指数可能 还是往上的概率可能更大一点 就明后两天吧 特别是过了明天对吧 大一点 但是市场现在主线是不明确的 就因为你现在这个成交量 本来就是板块轮动 主线是不明确的 那么最大的一个变量 是在于说周末的这个就是重要的一个会议 对吧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是这个中央经济会议 所以呢 这些会议所传导出来的 对下半年的一些政策的方向 可能才是未来市场能够找到真正主线 或者说是能够确定主线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嗯 就是 就是照明蛋或者说是这个自然针吧 对吧 那么 现在呢 从 嗯 嗯 机构的角度上来讲 机构的最关心的就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来自货币政策时候是不是会有变动 就在下半年整个的货币政策对吧 政治局会议传递出来的货币政策会有变动 这个我觉得到周五下午就是或者说周五盘后 嗯 应该基本上能够明朗 如果说整个货币政策会有变动的话 那么 可能对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 正常啊 我就我就说正常 因为美联储加息在前 就是 嗯 这个明天凌晨我们就能知道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央行是可以出后手牌的 就你先打打出一张牌来我再做应对 所以如果是七十五个点的加息的话 那我觉得呃 今年下半年也就说整体来讲 呃货币政策的变量并不大 也就说嗯 不会更宽松 但是也不会收回去也不会收紧 就基本保持现在这种市场的水平 然后呢 嗯 只是靠这个LP啊等等这些来做一些调解啊 然后呃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在等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5.5的GDP数据 这个 到底管理层是下决心一定要保 对吧 就是我一定要完成 还是说 嗯 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 而是希望说能够健康的有序的去恢复经济 对吧 就是不是搞那种强刺激 也就是我我是精最大努力 但是呢我不要去搞那种呃 就是一时的这种为了这个数据好看对吧 就是强刺激 那这当中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吧 如果说搞强刺激的话 那 基建消费这块还要加码 就是基建稳增长跟消费这个刺激肯定还要加码吧 对吧 也就是说政策的细则会出来 那反过来如果不是说我强调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对吧 非要完成5.5的GDP 那么基建的预期可能会减弱 但消费的预期不会减弱 因为进入到八月份以后八九月份以后吧 对吧 整个来讲就会进入到消费的旺季 那消费这块刺激 因为随着经济的这个呃 就是复苏的压力这个增加 那我觉得最好的那一端 其实你说新轮车为什么前面涨到好 其实就是跟啊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政策的刺激有关系嘛 对吧 因为你说我房子可能一时买不了 或者说我觉得还是经济能力有限买不了 那换辆车还是可以的 而且车其实是相对于所有的消费品来讲 它是金额最大的那个对吧 那加上政策要补贴 那么这个大家就有那种换车的欲望啊 所以车换完了 然后下半年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消费 都要跟着上 那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真实生物对吧 这个首款的新冠特效药 口服药获批了 那么很快 我觉得这个药就会上市 那不管怎么样 也就这个药的上市就意味着疫情 就国内的疫情 基本上就是高一段落 那呃 我们讲讲一句 大家明白人都能听得懂的话 对吧 之前是你有病 我没药 所以把你封起来 是把你封起来 封在小区里 现在是什么呢 你有病 我有药了 那就意味着不用封了吗 对吧 那有药吃了还要封干嘛呢 是吧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台阶可以下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未来我觉得进入到八月份以后 整个的全社会的这个经济次序将会慢慢的恢复 所以昨天我们也看到旅游九点板块 对吧 有移动上涨 当然他们还没有到这个 嗯 连续向上攻击的这个时间点啊 或者说还没有到那个叫做 能看到业绩拐点而出现的这个上涨 所以现在更多的旅游九点板块也是一样的 涨了 你就扔 跌了 你再去买啊 跟之前的策略没什么变化 我没有说过旅游九点就买了 就一直拿着 对吧 就是最多就是底仓 然后滚动啊 就是滚动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呃 大家在期待周末 啊 政治局会议所传递出来的 下半年的方向 所以我说下半年方向现在依然不明确 不明确的 就是在于 这个5.5的GDP要不要保 如果说 没有那么强烈的要保GDP 那么基建的预期下降 然后成长 就是我们家的新能源赛道这边的预期还会加强 啊 还会加强 如果是要保 那肯定是新能源赛道的预期下降 反过来 基建的预期加强 对吧 那基建跟消费的预期加强 就意味着指数层面上可能 再向上的空间并不会很大 首先是没有没有没有走完啊 我先说一下指数啊 没有走完 指数没有走完 现在多空分析很大 看空的人认为要去 要去打2800 2900对吧 我反正不是持这种观点的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说年内至少要看3500的 啊 所以后面我认为是要看涨的 那看涨到底是涨到3500还是更多 就是实际上就是看后面的主线情况 如果主线依然是为了新能源赛道的 对吧 只是说在新能源赛道里面本身切换 那指数可以再看高一些 反过来 是基建文增长的 那指数可能就在3500点左右 好这个地方 所以 我现在不确定 就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会议不是我来主持 也不是我来决定的 所以实际上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成交量那么低迷 其实大家都在等 如果大家都知道了 或者说所有的机构都知道了 那就不会有进展这个成交量 所以很多的这个机构 其实他也在等也比较迷茫 那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也不能说历史经验 就过去两年的时间告诉我们 每到八九月份的时候 市场都会走出这个跨年的主线 或者说会有一 比较一条比较明确的这个板块 比如出来了新的主线也好 或者延续老的主线也好 它有可能就会成为跨年的 对吧 去年其实就很简单 嗯 八九月份的时候就是那个风电走出来 然后就是那个光伏的上游资源 对吧 就走出来了 这个林华工啊 这个这个福华工啊 等等 就是那些 就是资源类的都走出来了 这个去年的八九月份的时候 对吧 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了的新能源赛道 这一款 那今年 是不是新能源赛道会分化 或者说有更好的 其他的一些 这个赛道品种能够出来 比如说 数字经济啊 对吧 这一类的会不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就是政策的预期来做垂化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只能是说 做好这个八九月份 新组线出来的这个准备 然后呢 我们就要盯着周末的这个会议的内容 把会议的传达出来的一些 这个下半年的 嗯 经济发展的一些方向啊 或者说是刺激经济的方向吧 对吧 这是嗯 下半年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呃 指数相对来说是一个数量的震荡 啊 连续好几天数量震荡 然后呢 等待消息面的确定 市场才会有新的 这个上空的动力以及上空的方向啊 所以现在就是 这个情况 然后呢 呃 我 也跟 提前跟大家讲过了对吧 现在因为抖音啊快手啊 各种做视频的人非常的多 对吧 就看空看多 我觉得都很正常的 没有什么 就是你看多也好看空也好 那讲出你的理由就行了 哪怕技术上的 这些我觉得我 呃 无关痛痒 对吧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 无非就是让市场的验证对或者不对 但有些人呢 其实就是 就是为了搏眼球 对吧 就是为了搏流量 然后呢 反正就说哎呀 2800要破啊 2900啊 你快逃啊什么 反正就是搞得好像很紧张 对吧 这个呢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自己区别的呃 这个能力 呃 也就是说 为什么其实我们要学一点东西 对吧 学东西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让你区别什么是垃圾信息 什么是一些对你有用的信息 如果你不学 那就是人云云云 人家讲空的你也觉得好 你要讲多的你也觉得对 就是你没有区分 这句话 它本身就是到底是这个有多大的意义 或者说对你来讲有多大的参考意义 对吧 你区分不了 你没有办法去区分好坏 所以 呃 我反正我的观点就比较明确 应该后面还是向上的 但我不认为就这样下去了 因为 现在反正都空意见都蛮蛮多的 对吧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观点 对不对 后面等市场的验证 那么指数层面上现在就是这样 呃 从 因为从这两天缩量的情况来看呢 短期 我觉得本周 这要向往下 把这个3226点给击破 概率极小 概率极小 就看这个量缩的比较小嘛 对吧 那么 呃 创业版 其实也是一样 创业版就在这个地方 呃 支撑就在这个地方 呃 2665点 啊 2665点是创业版的这个支撑 啊 这个地方反正我觉得 嗯 有明显支撑的话 后面应该是 啊 大概率也要往上 啊 都是都是一样的 所以短时期里面 包括明后两天 板块我觉得还是板块 各股轮动为主吧 嗯 因为介于这个市场成交量的原因 就整个市场成交量的原因 所以 不管是赛道股也好 其实今天赛道股表现的还蛮蛮好的 对吧 就是整体来讲都不错 特别电池 光伏 储能这块是不错的 那我 讲到这里反正我就顺便说一下 因为我在 周一周电视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呃 然后那个说了 嗯 如果说新能源赛道内部有分化的话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 第一个 汽车我是压赛智能段这一块 对吧 就是汽车智能段 啊 然后呢 这个啊 啊 啊 风光储呢 我觉得储能的优势更大 然后储能的电池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呃 我们在 我在上周五吧应该 对吧 上周五我在我们年课群里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科路电子的啊 这个基要报告 对吧 那 因为短期它涨的多嘛 前面连续涨停嘛 对吧 那经过两天调整今天又涨停了 对吧 说明其实科路电子就是做出能电池的啊 也是 嗯 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当做 因为它美帝入主了嘛 然后HGAT电池 然后也 现在也很就是 产能也在扩建当中啊 那么 机构给的目标反正也跟大家讲过了 差不多200亿给了200亿的估值啊 那么就慢慢看 我觉得也不急 对吧 呃 今天涨停 或者说涨8% 其实都可以 涨停的也有允许成分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嗯 慢慢大家去这个催化啊 然后今天 呃 反正我看吧 后面有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个 讲讲讲点这个 其他的事情 虽然也是跟我们投资有关系 但就其他事情 正好昨天我带我儿子去拜访了一个 也算是我们行业里的老前辈 对吧 就是正好跟大家讲讲啊 就是你想自己 以后建立这种 嗯 交易的系统啊 你应该怎么去 比较好的构建 或者说你应该去做点什么 对吧 这个我觉得对大家都会有帮助啊 呃 剩下的其实就是 指数在本周 更多的就是震荡 对吧 因为成交量没有嘛 向上震荡 也没什么样 向下呢 也打不出 就是说的 你要想挖个深坑也很难 对吧 更多的就板块切换 然后 个股轮动 因为成交量不足 所以板块持续性就比较难 比如说昨天的什么旅游酒店就走不出来 然后房地上板块上两天 今天也调了 对吧 就很正常 就是房地上板块今天也有时候调整 对吧 啊 也有时候调整 然后这个呃 食品饮料 昨天表现了 今天也调整 昨天量就涨了 对吧 昨天量就涨了 今天也调整 所以就是持续性很难 你看一般都是最多吧 两天 然后就下来了 对吧 这个就就很正常 我首先说一下 就是因为板块 这就是因为成交量的不足嘛 所以板块轮动它相对会比较快一点 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对吧 呃 还有一个呢就是下一次指数再次的发力 肯定金融股要顶的 金融股肯定要顶出来 如先生你看金融股整体表现还是差 对吧 整体表现你刚才涨了两天 调一点 就是没有到那种说金融股 看上去就是样子很好 包括保险吧 对吧 就样子很好 要往上空了 就没有啊 那这个地方肯定 整体来讲量也说的很厉害 你看啊 像比如说保险板块量说的非常厉害 跟前面这个量不能比的 那说明什么呢 大家都在等 还有一个呢 就是指数当天的好坏 可能跟这个北向资金的流进流出 有一定的关联度 对吧 那北向资金今天是流出的 所以相对来说 故障主板指数就比较差一点 那科兆板就说好一点 因为科兆板跟北向资金的流入流出 关联度并不大 啊 关联度并不大 好吧 那么然后我们就说一下板块 包括个股 因为我觉得从上 因为周末 周末大家也看到我 写的内容 就专门发在那个我们的年课群里面 对吧 反正就是年课群的目的就是 尽量说 能够帮到大家有 就是有效的去交易吧 对吧 然后嗯 我也讲了一些这个自己的看好的一些板块啊 这些东西给大家举例子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先说那个吧 呃 你之前讲的激光雷达对吧 激光雷达其实就是 呃 你们看啊 激光雷达 这是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之前长得最好就是 长光滑星 对吧 是不是长光滑星 长光滑星长得比较好 那 昨天打了有双帽带 今天回调 但是呢 现在这个位置上 依然 没有什么太大的 看不到风险 或者说整整体上 其实都是 没什么问题 对吧 那么他今天调整 那今天呢 另外一次就是激光科技 这是华为鞋 今天大涨了 之前表现不太不太好 所以呢 呃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 你之前手里有的 你想买 对吧 我其实就教过 我是教过最简单的 就是因为技术的方法有千千万万种 我只是教了我最简单的 就是最实用的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下跌途中 就是他不能说下跌途中 就是他调整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音量线 对吧 是不是最大的一个音量线 大家看到没有 你在这个音量线的实体部分也好 我最高点你画一根线 是吧 就是一样的就是怎么去做股票 突破买入 买入这一段的差价都是你的 对吧 明天把这段差价弄掉 底仓继续拿着 你就知道你的成本就往下降了 这就是你手里有钱 不是经常满仓的好处 就是你手里是有流动资金 比如说我现在是五六成仓位 然后呢 这个股票 我是你的持仓吗 我这个股票有机会了 今天我来一笔 然后呢 该拿的钱我就拿掉 对吧 哪怕我说我今天抛掉 也没事 反正就是你的钱 对吧 就你赚到这个钱了 你们能看得很清楚 对吧 这个是已经讲了无数次了 下跌当中的最高 最高量阴险突破更近 当天就能赚钱 涨的比如说特别猛啊 有的涨停了 隔天赚钱出来 对吧 这个这个是最实用的 我不讲花里胡哨的东西 对吧 不讲花里胡哨的东西 就最实用的 就人人都能会的 你一看就能会的 对吧 而且你不用考虑 这是均线多头排列空头排列 因为你做的是日内差价 或者说是隔日差价 我们不考虑那么多 对吧 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事去做 是吧 这个我 我们不存在马后跑 因为反正就讲过这类的股票 对吧 所以我就是说给大家说一下 你剩下就是交易的事情 你要自己完成 就是你自己不盯 你自己不去做功课 没有人能够帮你的 对吧 我不可能提醒你 你这个地方买了 那个地方泡了 这不现实的 然后我们来看 用心光学 对吧 我们之前讲了五支股票 对吧 我说我最看好的就是三支 就是三支 用心光学今天涨了百分之五点几 六点几 对吧 然后兰特 也是的 是吧 所以就 多多少少说明这类的这个股票 就是激光雷达这个方向 我们本身没有看错 缺点就是现在它没有业绩的催化 所以你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波段来交易 就行了 对吧 很多股票比如说哪些是龙头 这个是龙手区是龙头 这个是跟它相关联的 那就重点 就是划重点 最多加一个用心光学 就是划重点了 没了 其他的我觉得就是看看整整体板块强不强 就其他有参考 然后整体板块强不强 今天整体板块强就OK 没问题 对吧 像一般比如说我举我举例子 我手里有聚光科技 我会看整体板块强不强 如果今天它零涨 其他股票都是涨的 那我今天不太会抛 我一般都会明天有可能在冲动的时候再抛 这就是一个参考 就是如果今天就它一个强 其他不太强 那有可能我今天就了结掉了 因为我怕明天会不跌 对吧 或者说又有补回去了 如果一个板块今天集体是强的 那往往明天都会有惯性 因为资金都进去了 那肯定要有个惯性往上 对吧 所以这是就是一个板块的股票拉出来看 你除了看龙头以外 还要看其他股票的涨幅 是不是大家都是普涨 整体是不是放量 那这是为了你明天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应对 不然的话你明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吧 或者说你当天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吧 所以这是就是 这个然后 然后周末写的传播 对吧 传播我写的主要就写了两个 一个是 那个没写进去 这个就没弄进去 我就先一个月来吧 好吧 一个是写的中国传播 对吧 中国传播 我说了这个是趋势票 这个趋势票 如果趋势没有问题 它继续往上 那整个这个军工传播这块没问题 然后弹性票专门讲的是 交融传播 对吧 交融传播你看调一调都上去了 调一调有 今天又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 那如果你按照五路均线 哪怕五路均线附近去买 今天那个是吃得到的 对吧 两次给你机会 像一般你看 你说我这地方没有抛掉 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抛的 你看到吧 很明显的量价倍 就第二波打上去已经说量了 那你这个地方就能抛掉掉 对吧 五六个点我觉得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吧 反正就是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这个就有点像当时 上次我教那个用金环保是一样的道理 用金环保比它更强 对吧 就这个位置都不破 你随便买 就五六均线附近随便买 创新高的呢 就一个道理 对吧 还写了什么 我说 说那个电池 这个电池回收对吧 我说你就去去看看那个天气股份 大家可以看天气股 今天也新高 对吧 这个周五 这个周末的时候写的吗 周一的时候因为你是买不到 他一直看 开板砸下来了 那好了 第二天在五六均线这个地方 伏吉他一下 就是昨天伏吉一下 这个今天就来了 新高就扔掉 新高就扔掉 对吧 我就写了天气 我们也没写其他的 是吧 就写了天气 嗯 其他都没写 那这些都是已经跟 大家就是交代的 非常非常清楚了 对吧 呃 周一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当时杨子问我 就是智能机器怎么看 我其实 其实因为电视节目很难说 我就说了那个绿地斜播 对吧 绿地斜播 我就说了这个 哎 涨得非常好 说实在 就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说实在你买不下手的 对吧 你觉得价格贵的 那就是那个吧 二期四期的泰斯顿 大家可以看 是吧 就是如果你是本着说 反正他跌了我买 你都能赚钱 肯定是本周能跑一大半 对吧 就是当然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大家各取所需 没有没有对跟错 就各取所需 就你说我想做机器人这块的 那我就去做 找机器人的 我想做这个 这个传播的 我找传播的 对吧 然后我要做那个 这个 激光雷达的 我去找激光雷达 还有是什么 还有跟大家讲了 两个个股 对吧 一个是那个叫 华为的这个 智能 机器视觉 对吧 一个是688 400的 零云光 零云光就是今天调了一下 对吧 前面都是涨的 对吧 前面都是涨的 那今天也 我觉得调一下也无上大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 300802的 巨子科技 对吧 但是今天是巨子科技涨了 对吧 他们俩就是有点颠倒 一个今天 一个昨天跌 一个昨天从 一个是今天调 冲高回落 一个是今天是上涨 对吧 那就是 就是你把这些 想做的方向 你给理清楚就好了 把理清楚就好了 那 也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要做 旅游酒店 当中酒店呢 最好的谈性票是 就是军艇了 军艇 酒店 对吧 讲了很无数次了 所以昨天你干军艇酒店 就是大涨 你要潜伏就是军艇酒店 大涨了就润了 好 大涨就润了 我到目前为止 还是维持酒店旅游 到现在讲的 还是大涨了 润 跌回来 买 跌回来收量了 或者是买就行了 对吧 然后买完钱货 等到大涨了再润 就你就 如果你是做这条线的 你就在这条线上混 对吧 就所有的线 就都跟大家讲的 比较明确了 就是我能看到的部分 就是我能看多的部分 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还有呢 就是讲了一个业绩股 我是周五讲的吧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时在这里讲的 周五讲的 应该是周五讲的 对 周一就给了一个机会 昨天涨了百分之六点几 今天几万平盘 对吧 那原理也跟大家讲了 这里是个调控 后来被补掉的 是这里吧 应该是这里吧 记得 那天反正公告业绩的时候 不是 是这里 这里公告业绩的时候 然后浮掉了 缺口 但是后 他慢慢慢慢要走上来 走到这里 我说肯定是要往上走 往上走 这也是业绩比较好的 就是预计 这个业绩 有亏的 那么 缩量回调就是送钱 对吧 然后这种股票 可能就是慢慢慢慢往上走 慢慢往上走 好吧 反正就是这种 就这种是我绝对能看得明白的套利股 就比如说我想赚个15% 赚个10%左右的这个小波段 这种是最容易做得到的 因为你也能看得很清楚 就这种个股的形态也能看得很清楚 然后呢 关键是什么 他的中暴已经预告 我中暴扭亏了 我赚了多少钱 就那个雷已经毙掉了 你没有雷了 剩下无非就是他是封口还不是封口 如果是封口呢 就多涨一点 不是封口呢 就这个稳 就是相对来说你就赚一个稳当的钱 对吧 这些东西就是 跟大家聊一聊 反正就是算是一个复习 复习一下 然后 今天 整个板块 对吧 因为整个板块 涨得比较好的 还是 这个一提花压组 一提花压组 嗯 等一下我讲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讲 工业母基这块呢 实际上就智能机械 就是智能机械 就是智能机械 就是这些都在涨 一样的一起的 然后电池就是HJT电池 是最好的 对吧 HJT电池 包括储能 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看好的方向 就是包括储能加电池 这个也跟大家讲过了已经 之前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然后板块好像也跟大家弄过了 对吧 光复储能这块 也跟大家弄过 对吧 有好几个障碟里面 好几个 那么也就是说 你就围绕这些东西去做 对吧 就跌了 跌下来 你就去做 对吧 特别是跌的时候 比如说量能说的 对吧 就是或者说是这个 嗯 就是整个大的形态没有破坏掉的 那就可以这样 像最近其实阳光电源一直走的不错 好 阳光电源一直走的不错 就不上来 虽然调下来都是缩量的 然后今天又翻上了 对吧 这个是带 华一是带这个这个 啊 华为题材 都是这样 反正就是短期跌了一跌 那就又会上来 啊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名牌 我说的就是这些都是名牌 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 或者是大家都不知道 无非就是你把股票选完了以后 你怎么去找一个很合适的介入点 就不要去追 因为什么 现在这个情况 就现在这些市场的成交量情况 呃 作为光辅也好 储能也好 他是不可能连续供的 你供不上去 对吧 不会连续供 那不会连续供怎么办呢 那周一可能做我旁边那位嘉宾也讲了 嗯 过于拥挤嘛 因为你等于公路的配置 机构的配置 在风光处或者说在新能源赛道 已经达到20% 那20%在传统领域里面 呃 在传统的我们 讲的这个 就是一个一个行业的配置 已经达到了顶配了 就是 嗯 超配了 应该叫做超配 不算顶配 就已经天花板了 再上去的话 除非你成交量放大 有所谓的成交方向 除非你有后面有更多的 你又发行了新的基金往上堆 对吧 就往里堆钱 那那可以的 不然的话就不行 当时当年其实消费嘛 就与茅台这些为首的 就消费 也是的呀 顶配呀 最高好像是21不到一点 后面就调整 对吧 就道理是一样 那怎么办呢 我认为后面 新能源赛道肯定是分化的 那么 现在成交量下来 对吧 我们从反弹 其实很简单 你从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能看到 到底反弹后面是什么墙 比如说你看了很清楚 储能墙 电池墙 你就知道 储能跟电池 后面的机会更大 对吧 就同样新能源赛道大跌下来的时候 你回去 你要去看这些东西 好吧 那这个就是跟大家 就是从板块的这个角度上梳理一下 让我们说一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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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 赔钻石 赔钻石 赔钻石的股票其实并不多的 对吧 弹性胚就是力量钻石 力量钻石创了上市新高 上市新高 对吧 然后过基金工 黄河旋风 这个冲冰空间等等 那 今天我上午的时候也说了 呃 培育算是短期 今天是炮 然后呢 等他调下来再买 啊 等他调下再买 呃 逻辑呢 嗯 昨天其实我已经说了 因为昨天我太忙了 嗯 接着那个 那 前天他们有电话会议 对吧 我也收到了这个 纪要 呃 因为太忙了 也没没给大家发 呃 培育算是吧 它也是一个中线的逻辑 呃 因为现在整个培育算是呢 这个渗透率只有5.9% 呃 这个专业机构的预期 或者是行业的预计 未来的渗透率 未来两年的渗透率 可能会达到20% 这个跟新能源车有点像啊 新能源车现在 渗透率也达到27% 7点多了 对吧 接近28%了 呃 呃 培育算是也是一样 那么 比较受到这时候年轻人的喜欢 所以他的渗透率 会 这个 不断的扩展 对吧 呃 然后从5.9% 可能会 呃 在两年 或者两到三年的时间里面 渗透到20% 那大家想想 一个行业 从5.9%的渗透率到20%的话 那 他的这个 空间是三倍嘛 那如果 这个行业的空间是三倍 那股票呢 至少也得有一两倍的上涨 所以培育算是 如果当初新型消费的话呢 它是一个 中长线品种 也就是说它后面会走趋势 那你就盯着这些股票 你就记得啊 就盯着这些股票 这个 这个是绝对多头的 对吧 而且创业版的 那这个也是多头的 国际进攻 对吧 然后沃尔德 类多头 只能说类多头 对吧 黄河旋风 也是多头的 看到没有 这个不 这个不算 还有以前那个叫 曼卡龙 曼卡龙是空头的 中美空间多头的 那你就知道是什么最好了 其实先目前来看 最好的就这 两个 是最好的 这两个最好 对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两个 挑下来 是你的主攻方向 主攻方向 沃尔德当作备选 好吧 那么 我 我不跟大家讲了吗 它是走趋势的 对吧 那既然是走趋势的 你就知道了就是 你肯定是跌了去满 不要涨了去追 这个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叫 伊美 对吧 伊美我们就三件课 对吧 伊美你说那个什么朗子股份 这是弹性票 我们不说 唐朗智这种什么奥远美股 奥远美股 对吧 奥远美股 这种都是弹性票 对吧 就位置低不不说 那好的就三家吗 一个是艾美科 艾美科 对吧 艾美科就已经行高了 但是缺点就是卖 慢慢慢慢腾腾往上弄 对吧 还贝泰尼 嗯 贝泰尼对吧 我觉得贝泰尼会慢慢上来的 然后呢 老牌的 就是那个 华西生物 是吧 老牌的 华西生物最近赶上来了 就是之前它长的少 赶上来 就这三个东西 就这三个是机构票 然后肯定会慢慢慢慢往上走 而且 最近 这个 一个是政策上有扶持 第二个就是行业 报告很多 就退伊美的报告很多 所以后面也是应该正常种趋势吧 他们也算是新型消费 所以新型消费有两个 一个是 赔鱼钻石 一个是伊美 这 这种新型消费我觉得是 就是 针对年轻人的 其实年轻人的市场是最大的 对吧 就是 年轻人的欲望也是最强烈的 那么 相对来说 年轻人的消费往往就是 嗯 比较会 呃 就是能够在 大家都是消费 那么他们可能在消费里面能够 这个走的比较好 这个就像饭店一样 对吧 呃 为什么网红饭店往往要排队 人很多 对吧 不是他的服务一定是最好的 也不是他的菜是最好吃的 但是他能够吸引流量 就他能吸引这个市场上最好的流量 最好的流量 不是说这些人最有钱 而是他们愿意为此买单 啊 我不知道这么说 大家能不能明白 就是呃 呃 呃 这个 这个伊美啊 这些都是属于 嗯 赛道当中慢慢慢慢往上走的 他不是很快 不是 登登登登就走完了 不是很快 然后那个 呃 刚刚我们有讲到的智能机械跟这个 呃 机器视觉 这两个题材啊 一样的 没有走完 都没有走完 呃 一个是8月8号 有华为的机器视觉大会 还有一个你要延伸往后延 8月18号还是有这个 全球的智能机器大会 然后再往后延 就是9月30号 马斯克的 这个 人型机器的发布会 对吧 人型机器的发布会 他会 呃公告说 整个人型机器到 2023年 2024年到2025年的 整个的出货量 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有的晚 有的晚 啊 他有点像之前的炒那个电池 大会的前提一样的 那当时炒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早就炒起 反电池嘛 对吧 就是炒的很很很热很快 啊 就就很快就炒起 到时炒那个反电池 对吧 就是潘港房台这一波 然后就很很快 就炒这个 你看大会是21号开的 大会是这一天开的 对吧 但炒做是 早就开始了 从这个地方就炒 对吧 然后 呃短线我也讲一讲 短线也讲一讲 呃 周末我写 周末 就是我在这个这个 我们 我们年课群里面我写了 对吧 我其实我 所有的高标股都没有写 所有的高标股都没有写 大家都看得清楚 对吧 就我把握最大的我就写了一支股票 很大高兴 对吧 我当时的原话就是说很大高兴还会创新高 对吧 结果他周一就涨停 昨天虽然是跌了 今天又涨停 那么这个其实方法我教过大家 他套就是玩这个套路 因为为什么现在的停牌的就不停牌啊 其实就是 异动异动的这个就是 就是 这种 宣告异动的这个就是时间有所变化 或者说是这个监管的 出异动公告的这个就是 具体的细节会有所变化 那就会造成什么呢 很多高位股他会断板 就是他不会是连续登登登在网上 他就是 涨停 调一调 涨停调一调 再涨停再调一调 就是他会把这个节奏变成 要不就是在一个区间里面做震荡 要不就是走成一个小趋势 然后我们来看啊 我这个是我在其他地方分享的 那天没有跌停 就是 那我昨天讲课的时候 还跟他们讲的 我说我都是马前炮跟他讲 因为我们有两边听课的 那天没有跌停 就是啊不是 那天我讲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维盘会跌停 我讲的时候在这里 我讲的时候在这里 我说这个是可以吸一口的 没问题的 那你只要控制好肠位 急急吸一口 为什么我说现在的股票 你把它日线你看不清楚 其实在60分钟看的特别清楚 我说现在的股票走的是什么形状呢 走的是N形 上 下 再上 我这都是龙头股 就是绝对的龙头股 高 高标股 这60分钟的上下上 你在日线上呢 你就很清楚了嘛 这个跌下来 你去搞 昨天涨停今天涨停 对吧 但我觉得 嗯 我如果自己做 我可能昨天就扔了 对吧 嗯 今天再看 然后呢 因为市场上就这些东西 最好的就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个什么 还有这个呀 看到吗 昨天虽然 也是往下的 也是往下的 对吧 一度还跌停 但不影响人家今天有涨停 他走的又是这种横盘的事 所以你就知道了 是怎么走的 对吧 就是那些高标的是怎么走的 那 昨天有三个 有三个三进士的 对吧 有一个是 挂了 还有两个没挂 这个这个是最好的 今天进了5 那这个进了5以后呢 这是一个绝对的高标 因为今天是加速了嘛 就是今天加速了 明天除非要开一支板 不开一支板 也得挂 对吧 除非再加速 一支再加速 那一支再加速也容易挂 就这种 因为现在最高的空间没有突破过六板 之前你看 深圳2168的汇城科技 以前叫深圳汇城 二十五板 挂掉 然后接两板 看到吧 那这个是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通认装备 对吧 也是 但是我觉得通认装备 今天的量有点大 所以明天最好的可能就是 佛兰 对吧 那么这个佛兰可能 后面DC的 有 还能 还能这个 2911的这个佛兰 对吧 还能完 因为它是一路放量上去的 所以分期下来 还会有资金去承接 对吧 还会有资金去承接 你看它的筹码 还挺好的 对吧 筹码层面上来讲 佛兰的筹码要比 要比通认好 你看通认的程度不太好 对吧 那还有个是黄庭吧 五六 黄庭 黄庭今天挂掉了 对吧 黄庭先挂掉了 先挂掉的一般我觉得都差一点 差口气吧 对吧 因为黄庭是那个房地产的股票 佛兰就是可能 明天我们要去重点关注 对吧 或者说明天 这个它开板在高位震荡 后天如果周五出现大的分期 那这个股票都是可以考虑下的 对吧 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来 现在反正就你会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虽然前两天有大批的股票也是退潮的 对吧就是包括从那个周期就开始了 金字科技啊这些东西就开始了 但是你会发现 并不他们现在高位股的退潮 并没有对中位股形成巨大的杀伤 反而是后面的梯队 他们也也有直接慢慢做 就是只是把这个连板的高度给下降了 对吧 而绝对的好的一些品种 依然是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一个赚钱的效应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赚钱的效应 所以我想就是那些现在还是市场上大家公认的人气股 有些题材自称的 甚至题材没走完的 对吧 像春意进攻就是没走完嘛 对吧 这个大手代表着就一提化压住 对吧 这个没走完 本来没走完那就很容易继续被资金往上打 都是这种情况 好吧 呃 这个是从 就是 嗯 怎么说就是从这个 呃 强势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说 强势看到的情况来说 那强势股 呃 包括 虽然这个大连中工 就是 这两天 回的比较多 感觉上大连中工应该也没走完 大连中工应该也没走完 大连中工应该也没走完 因为大连中工所代表的也是一个智能机械的方向 智能机械没有完 对吧 所以大连中工原则上应该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所以这块呢就是看 就是你做这个题材的一个自身的理解的情况 理解的情况 最近其实走的比较差的 还有两个板块说一下 忘忘 差点忘记说了 一个是CXO板块 CXO板块呢 最近表现不太好 像今天 邀明康德这些有跌 那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逻辑啊 就是 机构对于这些有海外订单的CXO企业 会有担忧 因为我觉得海外可能资本开始会缩减 而导致订单的减少 对吧 反过来像浩元之类的呢 就之前我们就跟大家交代跟我说 我必要看好浩元 这个 CXO的小龙头吧 对吧 我觉得浩元这种可能会 反而会在今年的下半年逆袭 概率再更大一点 更大一点 然后芯片 芯片跟大家说一下半导体芯片 半导体芯片呢 现在就是分化比较大 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跟汽车芯片相关的是会好一点 然后消费性 消费电子这块的会差 对吧 还有一个呢 最近半导体板块走的 也不算走 一个是美国那边的这个 所谓的政府补贴 对吧 然后 我们让台积电三星这些 不要在国内设厂 还有一个可能大家都在等 等什么呢 明天好像是中美领导人有一个 视频电话 对吧 沟通 所以可能也会牵涉到一些 这个方方面面的内容吧 我觉得大家都在等一下 这个是可能 就是半导体板块短期分化比较明显 对吧 就是一个很很大的一个原因 在于说基本面上是有变化的 基本面变化本身就在一个是消费电子的这个需求下降 而导致芯片的价格下下跌 另外一方面就是来自于一些厂外因素的干扰 对吧 所以这个呢要看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了就是尽量往汽车芯片考 尽量往汽车芯片 现在带华为的这个节奏上去考 就是跟大家反正已经沟通的比较清晰了 对吧 然后软件 然后软件服务 软件服务呢 就还是原话 位置绝对安全 就位置是绝对安全 事件需要催化 对吧 就昨天你看蹦蹦了一下 今天又一般般了 对吧 然后数字货币啊 这些 反正我觉得元宇宙下面肯定有戏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新创 所以这两个最近机构其实提的是蛮多的 而且是有一些利好的消息 消息做催化了 但现在来看就是本身 资金层面上还没得到市场确认 你看这两天的反弹的量就知道 资金层面上没有得到市场确认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看看 周末的会议上 会不会对数字经济 数字中国这个地方做强化 如果做强化 那就催化就有了 对吧 但位置肯定是安全 因为调了两年了 它的高点在这里 2020年的7月份是高点 调了两年了 所以两年调完了以后 对一个板块来讲我觉得 位置是比较好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目前软件板块是基金的低配 所以从低配到标配的过程 如果有事件催化 它肯定是要标配的 那这个标配的过程 其实就是股价上涨的过程 好吧 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讲过 叫位置决定空间 对吧 就是位置低碳 有事件催化它一定是好的 那它有比较好的空间 对吧 就有点像你现在去催化新能源车 它的位置很高 就很难弄 对吧 所以你需要不断的这个增量往里怼 但是如果说是软件板块 它不需要增量怼 它只需要存量搬 就是这个地方有利好 而且位置很低 那高位的东西就 就会被人家抛掉 然后去借地位的 所以它只需要存量往里搬就行 它不需要更多的场外资金往里怼 所以它这两个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概念 因为你高位的东西是需要有增量 为什么有增量 因为就是该上车的都上车了 不上车的它也死在其他地方了 对吧 就趴在其他地方了 它不会动了 那怎么办 你再往上弄了 那就新的钱来来帮你抬胶子 对吧 所以这就是高低位置板块 它不同的就是上涨的一些要素吧 好吧 然后做一个广告 做一个广告 8月份我有那个 8月份我有那个线上的一次分享 因为本来我们是线下 但是因为上海疫情的原因 现在搞线下不可能 所以肯定是线上的分享 那反正不管新学员老学员吧 对吧 我都建议大家反正来听一下吧 因为这个线上分享 因为我们我们明年的课我也讲了 尽量就是我从交易的层面上多多讲讲 怎么做交易啊 或者有些交易的一些思路啊 多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呢 我会在线上分享的时候呢 我会跟大家讲 因为我之前讲过 明年我们的年课是会有一些机构的 机构的这种程序化的这种选股的方法 我会给到大家 目前两个这个选股指标已经做完了 第三个碰到了一点问题 就是因为别人用的是收费的软件啊 有些其他东西我叠加不进去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会更好一点 反正就是实在不行就是用最土的办法 就是我来直接交啊 你们就吃力一点 就是需要人工自己再去筛选 那就是大概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技术面的嘛 就是帮你啊 选股都要选出来以后怎么样 这个这个就节省大家时间嘛 就是你选完了以后再人工选一下 看一下技术主要是技术面 然后呢 基本面的选股 就是你怎么能够选到基本面 就是量化基本面的选股 我在我在这个呃 八月份的线上分享的时候我来讲 我来讲一共有三三个基本面的分享 就是你怎么能够 因为我跟大家讲啊 如果从一个月到六个月 就是在一个月到六个月之间 股价的波动 就是往往一个股价一个板块的波动 它是有三个要素形成的 第一个叫情绪 就市场的情绪好 你就情绪不好 外卫有什么影响 国内有什么这个基本面的变动 对吧 就是所谓的情绪影响 占了绝大部分 就是三个部分之一嘛 情绪是主导股价 好与不好的一个这个因素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资金层面 就我们讲的流动性 流动性好坏决定的 比如说现在流动性很差 一万亿以下 那你就知道了板块轮动很快 你要做好正当时的准备 就涨了你要敢抛 跌了你要敢买 这是肯定对的 不然你要来回坐电梯 因为很难有板块有持续性的效应 因为没有成交量 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做流动性 对吧 就是从一个月到六个月之间 股价的涨跌 往往跟流动性 跟市场情绪 还有跟什么 就是跟消息面 就是消息面的催化 比如突然之间搞了一个什么消息 对吧 只是这个消息的级别大小 嘣嘣嘣就开始涨 对吧 然后涨完了这个消息兑现了 咚咚咚又跌回去 对吧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 就是实际上它就是跟消息面 情绪面 跟这个 就是 是 资金面 就是我们讲的流动性决定的 就是在一到六个月之间 它是往往是这个决定的 但是如果你把时间拉长 放到五年 一个股票最终能够在五年里面跑赢市场 就是在五年里面 或者跑赢市场 或者远远跑赢市场 它跟前面三个我讲的都没关系 它只跟一样东西有关系 就是跟这家企业的业绩有关系 所处的行业跟它所代表的业绩有关系 因为拉长了时间看 如果你拉长三到五年的时间看 你赚的钱 就是你 你通过这只股票赚的钱 一定是赚业绩的钱 对吧 如果这家公司的业绩非常非常好 你 你一定是赚业绩的钱 谁都不是傻子 对吧 你这么好的业绩 会没有人买你 一天没有人买你 一个月没有人买你 一年没有人买你 两年三年五年一定会有人买你的 谁都看出来了 因为你是那个长跑冠军 大家都喜欢 对吧 所以拉长时间看三到五年 它一定是跟业绩有关系的 那我们怎么有可能会选到这些业绩票 我怎么有可能选到业绩票 或者说我怎么能够发现它 同时跟踪它的业绩 那这也是有一套模型的 就是选古模型的 也可以分成三个类别 我在八月份的线上课程当中 会跟大家讲 来分享 这三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去找的 就你怎么能够选得到 对吧 你可以用什么软件去选到 我都会跟大家分享 就很快你就能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你再去做戏份 有人喜欢医药的那就医药 有人喜欢这个新能源的就是新能源 有人喜欢这个可能军工的那就军工 对吧 甚至有人喜欢科技的那就是科技 所以就是看个人喜好 然后你在这分类里面再去塞 就比较容易 好吧 然后简单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只能简单跟大家讲讲 昨天我带我儿子去拜访一个 也是我的朋友 也是差不多就是 这个股票行业的前辈 对吧 因为他的技术非常好 非常牛 我呢很少 这个就是我基本不教我儿子什么技术 对吧 就是把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交给他们 然后就让他们自己小朋友自己搞 我觉得我家小朋友最大的优点就是 他从来就他自己做交易以后 从来没有问过我任何一次股票 他没有问我说 你明天看好什么股票 我应该买什么股票 他从来没有问过我 所有的盈亏都他自己决定 就他们这个小团队决定 然后我昨天去他们工作室的时候 黑板上密密码码写着的 对吧 就是这些东西就写着的 然后我也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是自力于想把交易当饭吃的 就是你想作为职业选手的 你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这是我跟我儿子讲 就一定要做的 他们现在就这样做 任何一笔交易不管盈亏 你都要做什么 就是你要写日记 就是你要写一下今天你为什么亏 今天你为什么赢 这笔是赢在哪里 这笔是亏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这样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中结 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 比如说你在正当市里面赚的钱 你在市场不好里面赚的钱 就是那几笔交易 那几笔交易 特别留意 留意出来 留意出来干嘛呢 就是为什么在市场不太好的时候 你能够赚钱 这是很宝贵的 第一个代表你可能交易思路是对的 第二个就代表 本身你能够跨越调整周期 还能够赚到钱 不让自己亏损 这是非常宝贵的 那这些宝贵的经验 其实就是为了你以后能够增加 就是我们讲的叫迎面 或者说能够让你的成功力提升 做到一个很好的归纳总结 然后呢就复制你的盈利模式就行 这些东西你都要做的 因为你不做 你根本不可能的 对吧 昨天所以我带我儿子去 因为我说 那我就准备让他跟跟着 这个我朋友学学技术吧 对吧就学点这种 我觉得基本功还是要打的比较扎实 我自己教呢 总觉得好像 嗯 就是不知道什么感觉啊 有点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交给别人 教会更好一点 对吧 那基本上我就让他学四门东西 基本面我自己教 基本面游戏规则我自己教 然后技术面我找了一个人教 然后情绪面 就是看周期情绪的 我找了一个游字 也会也会教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模式 模式我也找了一个 我自己的学生很厉害 他就是有机中模式 那模式呢我也准备让他去学 就是就基本上这四样东西都得学 那学完了以后呢 看他自己总结 就是要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融会贯通 对吧 那很巧 因为我昨天去我朋友那里 结果我朋友跟我儿子讲的也是一样 同样的话 那说 如果说一样东西你没搞清楚 晚上睡不睡觉你得搞清楚 你要复盘看你为什么这笔是赚钱的 那笔是亏钱的 你要找到原因 找不出来你不能睡觉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我都不睡觉 我以前没有什么像现在这种电脑 那么发达 对吧看资料 我们都手绘图 要看 为什么K线是看错了 对吧 为什么错在哪里 分尸图打开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买是不对的 所以要找到原因 找不到 都不睡觉 就是要去想 为什么是这样的 对吧 好好在哪里 那 所有做交易成功的人 不是 拿自己的弱项 就是你不需要改 去改变你的弱项 最重要的是发挥你的强项 就是把你的最好的那一面 拿出来 然后去复制 就是你会发现 我做这种模式成功的概率极大 或者说我看这样的东西是极大 对吧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牛股 所有的牛股 其实长相都差不多的 但是所有的烂股都有烂 有烂 各种烂的道理 有的是业绩不好 有的是有减吃 有的是有各种其他的 原因对吧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所以 就是 那天我也提示了一下 对吧 因为我自己做的是通论 我自己做的是通论 然后那天我也提示了一下 就是还有一只股票 对吧 实际那个股票就是太阳电了 就是2300的太阳电了 其实他们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教过了 涨停板 MAC新高 展翅高飞涨停板 当中隔了一个阴险 就是两个涨停板隔了一个阴险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是不是两个涨停板隔了一个阴险 第二天给了一个低息机会 给了个低息机会 所以你是这根涨停板是百分之百吃得到的 就是昨天那个涨停板是百分之百吃得到的 好吧 然后你看通论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一模一样吧 对吧 虽然他这个地方通论 这个地方虽然没涨停 他是隔了一个阴险 这里涨停了 然后呢 MAC新高 看到吗 MAC新高 第二天炸下来 给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先不说这个一支板后面怎么样 对吧 你这个涨停板是肯定知道的 是吧 这两个涨停板是闭着眼睛的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你多看多看 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是牛股 昨天我朋友跟我儿子也是这么讲 让他看 说 那他跟他说 你一定要看最强的股票 你一定要看最好的股票 你多看多看 你就知道什么是烂股票 什么是好股票 你以后一眼就能看得出 这个股票是好还是不好 真正的好 好的选手 你只要给他一支股票 连冰线人家都不用看 他就会告诉你 这实际是好股票 然后你给他看另外一支股票 他说这个股票你不要去碰 不行的 长不起来的 其实就是他牛股看多了 没有其他的 对吧 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多行业里面 都是相通的 你看我 我不是去 去这个这两年再玩一些股票收藏 对吧 我朋友也跟我讲的 他说你一定要大量的上手 最好的东西 你要去看那几百万的 上千万的 几十万的 就是那些好东西 你一定要去看 你多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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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东西以后 你就知道了 哪些是烂东西 因为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有了比较 你就知道了 你到下一个地方再去看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把那些烂的去掉 你就会看好的 你越看好的 你的眼光越好 你的眼力越好 其实做股票也是一样的 我们抛开所谓的基本面的这些东西 就是站在交易层面上来讲 你要学会看好东西 你看的好东西越多 你的盘感就越好 就怎么回事 对吧 所以你看 虽然我跟我那个朋友已经 因为这个疫情关系什么 好久都没见面了 但是大家 他跟我儿子讲的东西 其实我都能知道 就是我就知道这个人讲的东西是对的 然后大家的观点都是一样的 对吧 他也是就跟你说看好的东西 你们要做交易就是看好的东西 对吧 所以 我们抛开说你资金量比较大的 我们不说 就是我朋友的原话就说 你们现在就是这么小小资金 百来万的小资金 他们就是起步就是百来万的小资金 百来万的小资金 不要考虑什么配置不配置 你要到配置5000万以上再来跟我说配置 之前哪个模式最占钱 努力把这个模式做大 完全复制 让你的资金快速膨胀 所以你看就是 我没有跟他沟通过任何东西 我只是带他 带我儿子去认识他一下 对吧 就是加个微信 然后多请教老前辈 对吧 人家这个技术很好 什么 什么形态啊 怎么样啊 对吧 他也有 昨天送了我儿子这个一个 一个模型啊 叫他怎么样 那就是要让他多去了解这些东西 所以多学习一些这个基本功的东西 对吧 包括指标怎么看啊 这个形态怎么看啊 什么样的分时应该是比较好的分时 什么样的分时比较烂的分时 那我觉得别人教比我教会更好 所以你看啊 其实我跟大家讲 就是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些东西 呃 就是 差不多就是 我自己也是这么去做 对吧 呃 我也 很少去 没有 就是我教大家这些东西 基本上我儿子都不教 我都不教他 就让他自己弄 我觉得只有他自己去悟 他速度会很快 他们成长的速度才会快 对吧 那什么你老是手把 那什么都连股票都要给他呢 那还不自己做吗 那让他玩干嘛呢 对吧 呃 一般来讲 我觉得 两到三年吧 两到三年 如果好好学 好好弄的话 就会出道的 而你资金的曲线 就资金的曲线 在你未来两到三年以后 可能就一两年的功夫 你的资金曲线就上去了 就直接就上去了 对吧 所以我在这里说一下 就是 当然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但有人就是来听听股票的 有人就是说 哎呀我就是在长线啊 就是虽然你跟我讲了什么好股票啊 我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啊 然后就拿着啊 这种反正就是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吧 那我觉得没关系啊 就是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 但我之前听他讲过 如果你是40岁以下的 你想未来把交易做好的 我今天讲的东西肯定对你有用的 对吧 就你看我自己都是怎么教的 那肯定是有用的嘛 我可以你说我可以去骗其他人 那我不可能骗我小孩嘛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 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相通的 就是你去问任何这些顶尖的高手 道理都是相通的 道理都相通的 那剩下的就是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就是你愿意花多少时间 对啊我说过了你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这样 一样东西搞不清楚 晚上都不睡觉的 对吧 然后这个看这种 因为现在互联网的关系嘛 看各种报告 看各种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题材出来 要把题材分类 对吧 你要把题材分的很细 这个光复里面有什么 对吧 风电里面有什么 电池里面有什么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你分的越细越好 因为你就能看得出 是哪个分支是零涨的 哪个是跟涨的 哪个是不涨的 这个对你做交易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吧 那么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就只能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反正8月份的现场分享 也会有更多的内容 跟大家来分享 反正也准备了一些